其实这种孤单的感觉 跨性别又超天才的政务员唐凤 恐怕人生更心有戚戚烟了 他从小总是非常超越自己年龄的 突破各式各样的框架 才过一就会设计城市 而且透过网级网络不断的发问求知 问的问题之艰深 没有人知道原来他年纪那么小 也因此看不到本人真面目的网络世界 让他非常的自在惬意 在里头不分年龄 性别 种族等等的因素 他想怎么学就怎么学 后来成了台湾十大电脑高手 功名骇客 甚至现在成了国家发展 数位科技的政务委员 好 要专访唐凤 得跟着他的脚步进到这样的虚拟世界 在里头我跟他都以虚拟 却是真面目的形态出现 能够飞天 能够遁地 重点是你们不用在同一个空间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 都可以进到这里来相互的沟通 当然如果你不想用自己的形象出现 也可以 像是这个会发光 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的个体 就是再大的虚拟住家会出现的个体 如果没有先建置形象 那么大家都是长这样的 不过这次的专访 为了让观众稍微可以辨识 我们已真实的面貌出现 所以我得先到科技公司 建置自己的模型 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720度VR的摄影棚 周围环绕相机 拍下各种角度才能够建置一个真人模型 好在虚拟世界里头进行动态 甚至是有表情的互动 然后我再到唐凤 位于行政院的办公室 请教他很多有关这个虚拟世界中 要灵活互动的专业科技问题 最后我们各自在不同的空间 然后形体却进到唐凤的虚拟家 去专访互动 这个过程还真是奇幻之旅 这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次的VR专访 一起来看各种奥妙 好 我现在在乘科公司 为了要专访我们的政委委员唐凤 因为他只能够用VR跟他对谈 然后只能在虚拟时镜当中 要跟他见面 所以就灰缸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个 720度VR的摄影棚 进来以后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我穿的是 必须要全身的景深衣 因为我现在要先建构一个 什么 建构一个标准的模型 模型是有关我的躯干的 对 站在这边脚要围开 这么开 对 然后大字形 对 好 刚刚穿几身衣服 已经建置好动态模型了 那么现在换上这个 就是平常的主播的衣服 那么要来建置的是 静态的3D模型 建模意味着建立一个 在虚拟世界中的模型 这种720度的摄影棚 环绕相机 让你全身临死角 在好莱坞 专门用来做电影动画 像阿凡达人物特效 都小不了这个步骤 事后再经由电脑 埋上自知能动作的骨干 进行VR时 电脑就能感应肢体动作 在虚拟世界中活动自如 各位观众 我是陈亚玲 我们今天要来进行 台湾新闻史上第一次的VR专访 所以其实我现在是个虚拟人 来到这个地方 哇 好漂亮哦 唐宝 你好 你好 很高兴在这边遇到你 是啊 我也好开心哦 而且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碰到你耶 哇 你们家很漂亮耶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啊 这边呢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HOME 它是High Fidelity 这一套开源的自由的VR软件 它一进来就是这样子一个设定 那但是呢这个地方跟我就是实际住的地方 就是花园新城 它也蛮像的 它就是好像不是家里有个花园 而是家就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我常常进来这个VR的时候 心情就会比较平静 这里是郭爱的一个VR平台 里头有各式场景 连要飞到外太空都是小case 现在就可以到康中哦 跳 哇 哇 感觉好像这个武侠要对起来的感觉 哇 而且不用吊钢丝 不用吊钢丝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再升高一点的话呢 它就会一下子从白天变成晚上 就会变成一个夜空 好啊 那我们来变晚上 哇 所以呢这个虚拟世界可以 无限地看你想去哪里对不对 对 它不受这个物理空间的限制 而且不管我们离得多远 我们现在声音都还是听得非常的清楚 那其实都是稍微按个键就可以改变的 穿这个窄裙实在是不太对 因为飞上去就曝光了 真的 当人建了模型就能在里头相遇 对谈 甚至能叫出网页或资料进行简报 当然若想隐藏身份 还有像这种中性的虚拟模型 可以充当你的分身 我可以变成外星人 蛤 你可以变成外星人 对啊 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模型都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任何时候就可以 我只要按一个键 然后呢 你看我突然间我的样子 就变成外星人了 哇 哇 有 对啊 而且你是会发光的蓝色的外星人 像阿凡达又来了 除了这些人类之外 也有人扮成靈啊 什么爱人啊 扮兽人啊 都有这些东西 那这些不同的种族 也都是很伦母的相处在这个线上的事 对 那就不只是性别或者是年龄 就连这个物种都是可以去扮演 然后可以 哇 所以非常的amazing 就是跨性别 跨年龄 跨时空 跨领域 跨物种 那重点如果把这些框架都拿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对不对 对 就是你觉得重要的这些价值是什么 我很好解是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聪明 这个聪明是说有很多的自觉 那像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到我要用自学的方式 我呢 我第一次写比较大型的词 就是有一些 我记得应该是清华大学 还有交通大学的一些研究生 在这样子的心理世界里面教我怎么去写 所以等于是有家教一样的 所有这些规划啊 这些东西都是在12岁的时候 一些朋友们教我的 所以你当时在跟这些大学生 研究生沟通的时候 他们一定不知道你竟然就12岁对不对 对 我在某些地方会说我只有12岁 然后还有人说我不相信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我就发现说我要表现成什么这样子 完全是 那我如果表现得很幼稚 别人当然就会把我当小孩 我如果表现得很沉默 别人就会把我当大人 那所以后来就是把我当作可能就是喜欢装小孩的一个大人吧 传统性别思维在网络世界中已经不成立 那么这个全球第一位跨性别的官员 怎么看最近争议的婚姻平权呢 那你会怎么看就是那么多反同志 而且力量还很大 你自己本身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确实因为国际上面 划性别的格员 我应该算是就是第一位 就是是一个就是minister这样子 所以确实我的国际友人都会询问我关于这个的个人的看法 那我其实一直的概念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平等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是落实平等的方式 必须要是大家充分讨论之后才能够完成的 那如果像你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结婚这件事情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配偶的权利有498项 这是专属权利 这不是我们定一个契约就可以有的 那同样的配偶期间互相附有的一些义务呢 也不是我们定一个契约就可以彼此刻以义务的 所以说对我来讲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就是我跟我的伴侣都要先对这可能四五百项的权利义务 都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并且都同意我们才会走入婚姻 那现在应该还没有到 在我们进行访谈当时 其实唐凤仁在他的宿舍里 跨时地跨国的VR对谈 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因此他可以坐在电脑前 优雅地移动虚拟模型 若要体验360度的三维虚拟空间 戴上VR眼镜 感官就会仿佛身丽其境 进入时光隧道了吗 进入这个白光 然后这边就有一位 这个专门来欢迎我们的 那我可以跟你拥抱吗 可以啊可以啊 来那你好高喔 真的真的 你是从小就长这么高吗 对我大概十几二十岁就 180了 哇我才164 哇不过这样还蛮 就是挺令人有安全感的 所以我们在虚拟世界 可以做这样的接触了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体温比较好 有温度会不会比较好 那当然 看看唐凤的嘴型手势 都会自动感应他的语气 来配合动作 流畅度超过90% 这是美国的VR公司协助建制 而类似技术的虚拟实境公司 别说是欧美光是中国 近年来已有数百家 但台湾还在起步 屈指可数 对比主播的模型 碍于技术与时间限制 嘴型暂时无法自如动作 肢体动作也还有点卡 从实力看得出 号称亚洲戏骨的台湾 产业转型得跨越困境 台湾有优势吗 还是其实我们蛮多困境的 其实台湾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资通讯的基础建设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个想要讲的 就是不错的地方 是我们的硬体设计 跟硬体制造的能力很强 所以像是我正在跑VR的 这一台电竞的笔电 像是我正在戴的这个VR的头盔 然后以及周边的所有这些 影像截取卡 所有这些软体硬体 其实都是在台湾制造跟设计 所以每一个单点 其实可能都做得很好 可是当我们要像 就是你说的这些国际大厂 因为他们最厉害的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然后缺的那些拼图呢 透过并购或透过产业联盟的方式 去把它组成 那在台湾呢 我们比较没有 这样子做的一些经验 打破传统沟通方式 是未来新趋势 包括脸书 苹果公司 都已经收购VR技术公司 也成立了虚拟实境部门 虚拟VR一对一专访 台湾电视史上 从未尝试过 在实际上线之前 政委唐凤 还特地当起老师 亲自教学 也让他的政院办公室 难得在镜头前曝光 坚持要以VR进行访问 科技政委唐凤 当然别有用心 希望科技能重组时空 增加执政效率 也带领台湾连接世界